哈喽 欢迎回到区块链日报 就要跟大家聊话题是 丛林致富的第四集 如果想在比特币跟投资市场当中 暴赚一波的话呢 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纪律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就要跟大家聊的主题 是一个说起来很容易 但是做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就是纪律 那在投资市场当中 为什么有人可以赚钱 有人可以赔钱 在现实生活当中 为什么有人可以当老板 可以当高阶主管 有些人呢 却要为人家打工一辈子呢 这中间最大的区别 就在于纪律 那纪律这件事情呢 说起来非常非常容易 但是实际要做到呢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我相信聊到纪律呢 大家应该都知道 就是你应该在对的时候 做对的事情 你知道该在怎么样的情况下 做怎么样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呢 其实普罗大众90%的人吧 我觉得都应该可以知道 但是真正能实现的人呢 却只有那少少的10个percent 甚至不到10个percent 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聊的东西呢 就是在比特币的投资市场里面啊 这个想要赚烂 想要爆赚的话呢 你需要知道跟这个学习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纪律哦 那我一开始跟大家举个几个例子吧 那我常常在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这个我时不时都会跟大家说呢 在投资市场里面 比特币的投资市场里面 永远都要拥有跟保持一个这个现金的仓位啊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很多人其实也都知道哦 但是在这个比特币下跌的时候啊 这个还没跌到点位的时候 他就进去买 然后把现金太早的用光呢 是大部分投资者呢 在投资市场里面常常犯的一个错误哦 那在过去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这个我做节目的这段时间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只听到过我all in过一次哦 就是真正all in过一次 那这个可能是要非常非常时钟的观众 才会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每一个影片都没错过的观众朋友呢 应该都会记得当时比特币在这个时候 就是比特币从这个38000这边突破之后 然后涨到最高点是49000多嘛 那那时候呢 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有跟大家说 这个如果比特币回调到38000 我就会all in哦 那关于这件事情 这个过去影片当中全部都有记录哦 那后来比特币的确是往下回调 回调到38500多的这个位置哦 那我在38000这个地方呢 的确是all in哦 那这也是我在这个比特币的循环 唯一一次all in比特币哦 那这个是说自从这个比特币一颗一万多的时候啊 因为比特币一万多的时候呢 当时我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 包含了卖车超低比特币啊 卖了两台车超低比特币啊 然后把身边有的所有的这个之前的东西 全部都换成现金买比特币啊 到这个38000这里呢 是这个循环 你也可以说从底部上来 唯一一次all in的时候吧 那在38000这边all in之后呢 比特币往上涨的时候 6万以上呢 我基本上就又把30%的现金套利出来了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过去的影片当中 就像我刚刚讲的都是有记录到 那如果是天天有在追我的观众朋友呢 也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哦 但是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犯的错误呢 就算你all in的点位跟我一样 然后38000进去all in了 但是比特币涨到这个6万以上 涨到7万以上啊 但是你却没有这个获利了结 这个留一些现金出来哦 那我是在6万到7万4这段区间呢 都有把这个现金挪出来 所以现在呢 我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健康 30%的现金仓位哦 那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呢 当这个比特币涨到7万4 要回调到这个5万3呢 你就会非常非常痛苦哦 因为你会觉得说 我应该是要在6万以上的时候 这个获利了结一些 但是你没有这么做 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主要原因呢就是没有纪律哦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另一件事情吧 从第一次这个突破7万到7万4的这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说 这个要在这边获利了结一些哦 有一些现金在手上呢 是比较安全的 那后来比特币的确是往下下调了嘛 那我当时这个比特币第一次突破7万以上的时候呢 我画出了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支撑位哦 第一个是5万8到6万这个区间 就是这个黄色的区间 第二个区间呢 是这个5万1到5万3的这个区间哦 那当时我有跟大家说这个回调最糟的状况呢 就是在4万7这里 所以在4万7这附近呢 我就会all in哦 但是到目前为止呢 这个比特币还没有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然后当时我甚至有分享这个我自己怎么分配这个DCA的策略哦 就在5万8到6万这个区间呢我会把这个10%的仓位打进去 然后剩下10%会在5万1到5万3 然后最后呢在4万7这里就会all in哦 我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这个我真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策略哦 就是在某个点位DCA怎么样的点位啊 在什么地方这个出货啊 其实我在我影片当中都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哦 那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问说 诶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这个只要跟着Derek你买 那我就会赚钱了 答案是100%不对哦 因为今天我有几率你没有几率哦 所以我跟你的区别呢就在于没有几率 就算今天我的节目当中呢 这个没有会员频道 这个没有收费 然后每一天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呢 都是我实际上在投资市场里面做的一些操作 跟一些策略的分享 但是今天你听到了一样东西 你没有我的几率 所以导致你在投资市场里面有可能赚不到钱哦 但是如果你每一个影片都看 然后都遵照我的策略跟这个我的一些方式去做 然后完全100%的持有自己的几率的话呢 我相信这群朋友呢应该都是在投资市场里面赚最多钱的人哦 也是这个我每天早上8点上片之后的第一个小时 就会观看这群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说是我们频道最核心的观众朋友 那我相信这群最核心的观众朋友呢 在投资市场里面比特币的市场里面呢一定是赚钱赚最多的一群人哦 那我们回到刚刚主题吧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没有几率的人 假如说你在6万9以上你套利好了 就在这边你有获利了结一些 然后呢这个比特币下修了嘛 那回调到这边到这个5万9千多的地方 那你在这边可能就买了一些嘛 对不对 如果你是照着这个我的策略走的话 这边就会买一些 然后再跌下去之后呢 这边你可能会觉得说哇又要再买更多 但是可能某些观众呢在这里购买量呢 就会超过这个原本预设这个10% 就是说这个过度的在这边购买了 那后来比特币又上工了嘛 上工到这个7万2千多的位置 那在这一波涨幅上去的时候呢 很多观众朋友啊 可能会觉得说哇这波这个是不是下不来啊 尤其到7万多这边 然后在这里开始买一些 因为7万2嘛回调到这个6万6 大家可能又在这边再买了 但是其实事实上该做的事情 你在这边应该就是什么都不做 就是完全不做任何操作 那只有等到它跌到这个5万8到6万这个区间 如果你在这个区间的这个10%现金 还没买够的话呢跌下来再买 那如果是已经买够的话呢 就算它跌到5万8这里 你也不应该做任何事情 那后来比特币的确就再往下跌 然后在这边给了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那这次呢是插增到了5万3千多嘛 就等于进入到下面一个DCE的区间了 那如果你今天在这个地方买 就第一次涨到7万2 然后回调到6万6 你就忍不住 你觉得说比特币可能要破10万了 你在6万6这边买 6万6 6万7这边买的话呢 那下一次跌到这个5万8到6万的区间 你就没钱了 那是更不用说跌到5万4跟5万3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你就完全没有钱了 所以变相来说如果你有几率的话呢 你就会把仓位管理这个做好 然后等到这个该买的时候才买 如果今天比特币不跌到5万1到5万3 你在这一整段区间呢 都不应该做任何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人他们这个会追高嘛 所以涨到7万2下跌到6万6他们就觉得说要 欧印进去啊要怎么样啊 然后这一次跌下来呢 他们就没有足够现金了 那这个就是纪律的重要性啊 如果你今天永远持有纪律的话呢 你就不会担心市场的回调哦 那相对来说 如果你是一个独狗 然后这个比特币市场 这个稍微涨了10% 稍微在一天里面反弹个5% 你就高潮 然后想要追进去 想要FOMO进去的话呢 那你在投资市场里面长期这个赔钱的几率呢 就会大增哦 那以上是在投资市场里面 给大家几个关于纪律的这个example 就是例子啊 那第二个部分要跟大家聊呢 就是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 那我常常跟大家说 你今天拥有一个这个正确的心态 还有一个这个正确的纪律的话呢 你不只是在投资市场里面能赚钱 在投资市场以外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 不管是上班或者是做生意 也都会增加你赚钱的机会哦 那我要跟大家聊的东西呢 就是在这个投资市场以外 几率可以带给你什么东西哦 我相信有一直在追踪我的观众朋友 应该都知道 这个我本身其实是有做其他生意的哦 那做频道呢 只是完全是一个side job 就是可能只是一个第三个 或第四个副业吧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现实生活当中呢 这个我拥有多个生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为什么呢 我还可以在这个频道开创至今 每一天都维持早上8点亚洲时间上片呢 这就是纪律的重要性哦 那放眼整个YouTube圈呢 我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人 这个有办法在两年多的时间呢 从来都不会这个迟到上片哦 甚至连一秒迟到都没有发生过 那关于这点 这个从两年前一路看着我这个频道成长 这群观众朋友 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个作证哦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这个追随我超过两年以上的观众朋友呢 一定要在下面留言区 这个让大家知道 这个不是我在打嘴炮 我们频道从开创到现在呢 就一直是周一到周五的亚洲时间 早上8点钟会准时上片 那不要说有这个错过上片或是停更啊 甚至连这个迟到一秒钟都不曾发生过哦 那至于那个愚人节这个故意 晚上片一分钟那个是故意的 所以那个是一个例外哦 那我要展现的东西呢 就是说今天我拥有本业 我有一个很忙的事业 但是我还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为什么一些全职的YouTuber做不到呢 那这个就是纪律的重要性哦 那我今天要让大家知道的东西就是呢 这个我相信这个有在看我很长一段时间观众朋友 都应该可以从这一点上学到很多东西吧 就是你可以不同意这个我对比特币价钱的看法 或者我对比特币的策略 或者是我对于卡达诺爱达的这个策略 或者是我相信这个卡达诺爱达诺未来的发展 你可以不同意这件事情 但是开创频道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 每一天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钟准时上片这件事情呢 关于这件事情呢是完全100%无可挑剔的哦 那我也希望很多人呢可以从这个上面呢学到一些东西哦 就今天我一个拥有两个生意的人 然后还有老婆跟小孩 然后平常还有一些休闲活动 像骑车啊什么有的没的 为什么我还可以坚持的做到这个从来不掉片的这件事情呢 那这个就包含这个我去台湾旅游啊 我去欧洲旅游啊 这个我重病在床啊 都一样会在该上片的时间上片哦 那我也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的态度呢 感染到我的观众哦 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一点上面学到一些东西啊 因为纪律就是不容许破洞的 纪律是不容许失误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往这个 拥有一个完美的纪律的这条路上前进啊 那当你越来越接近这个拥有完美纪律的这一刻呢 我相信你的钱包还有你的资产还有你的身家呢 也同时都会水涨船高哦 OK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的价钱哦 比特币目前是已经回调到66000左右的位置啊 那在稍早的时候呢有跌到65500多哦 那在目前看起来呢这条支撑线呢感觉是没有什么意义啊 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注意的事情呢就是收周线啊 那收周线的时候呢有没有办法收在牛市支撑线上方跟200天均线上方呢 就是大家比较值得关注下去的一件事情啊 现在看起来呢是碰到牛市支撑线已经反弹两次哦 那在这周收周线的时候到底会收在哪里 牛市支撑线上方还是牛市支撑线下方或是牛市支撑线中间呢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事情哦 那我个人这个觉得啊这个只要在牛市支撑线的中间或者上方呢 都还是这个挺 bullish的信号 就是中短期呢这个比特币还是比较看涨的哦 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周线收在牛市支撑线以下 甚至200天均线以下的话呢 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去到51000的几率呢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高了哦 所以大家就要这个关注比特币的走势啊 那比特币如果向下插针这个跌到6万或者6万以下 但是在收周线的时候收回来的话呢那就不算了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东西就是收周线的时候收在哪里 那这个呢就比较像是一个这个中长期的趋势啊 然后这个投资市场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哦 就前几天这个反弹的时候啊 这个当时我说会去到5万亿回跳 这个下面留言区很多人都炸了 然后因为这次的小反弹很多人都高潮了 但是短短的一天之后呢 比特币的价钱又再次回到66000 就回到上周的地方吧 价钱是没有变的 但是这个心态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昨天留言区下方甚至有人说这个 真的要去到5万亿啊 最后还要看到这个4万3的都有哦 那对于4万3的我认为就是不太可能发生了 因为如果真的跌到4万3的话呢 这轮牛市就已经正式结束了 那现在大环境还有各种迹象显示出来呢 这个牛市根本就还没有开始哦 那我讲的是这个真正的风牛市 风涨的这个牛市呢是还没有开始哦 所以大家还是有一些机会去囤积更多的比特币 跟你喜欢的山寨币哦 OK 那我们开始看讯文吧 第一个讯文要跟大家聊的是 比特币的长期持有者啊 又开始这个积累这个更多的比特币哦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呢 现在比特币的长期持有者的这个积累的力度啊 是自从2023年年底来最高的一次哦 那当时2023年的年底比特币的价钱呢 是落在这个4万以内啊 就是3万多的地方呢 当时这个长期持有者呢 是疯狂的在囤比特币哦 那后来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比特币在涨的时候呢 长期持有者就开始出货啦 那红色这个部分呢 就是比特币长期持有者在出货 绿色呢就是在疯狂的扫货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迹象 就任何时候扫货的最高峰的时候呢 都是比特币价钱最低位的时候 那第一次可以发生在这里 第二次发生在这里 基本上每一次这个比特币长期持有者 开始这个疯狂扫货的时候呢 就代表说这个比特币是处于这个区域性的底点啊 那任何时候这个长期持有者 开始出货的时候呢 反而是比特币开始暴涨的时候哦 那我个人的操作啊 跟这个长期持有者的图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哦 那如果今天你是韭菜你是盘子的话呢 那你操作的模式呢 就会完全跟这个反着来哦 就是该买的时候不买 然后该买的时候不卖哦 那现在可以看到最近啊 这个比特币长期持有者的这个购买力度呢 是超过了这个2023年年底的力度哦 那变相来说呢 比特币的next leg up 就是往下一波的暴涨呢 可能就会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哦 那下一次的暴涨会拉到哪里 是拉到这个9万还是10万以上呢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哦 下一圈要跟大家聊的是 昨天这个非常重磅的一个消息啊 就是这个美国政府移动了 这个两个billion等值的比特币哦 那很多人都在说这个美国政府啊 是完全没有在听从别人的建议哦 就是在周末的时候呢 川普在比特币大会上说这个 他们要把这个现有的比特币 全部当成这个美国的战略储备资产 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两天之后呢 美国政府就开始移动这些比特币啦 那很多人就在揣测说这个 诶 这是不是这个民主党要在这个川普慎选之前 先把这个比特币给清空 让他没有比特币可以放在战略储备资产呢 那当时呢我是马上发了一个YouTube的社群贴文 提醒大家说呢 这件事情呢大概率只是一个FUD 那不要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啊 那昨天呢这个价钱开始往下跌 大家就要开始找原因 找为什么会往下跌哦 那事实就是呢 价钱往上涨跟往下跌呢 都不需要任何的原因跟理由哦 这个故事呢 永远都是由价钱去带动了 今天价钱往下跌的话呢 这个故事就会随之而来哦 那价钱往上涨的话呢 故事也会随之而来哦 那关于这件事情呢 下面就得到一个确认哦 在今年7月1号 就是这个一个月前的时候吧 这个美国当时就跟Coinbase Prime 达成一个协议啊 表示要透过Coinbase Prime呢 去持有他们的比特币哦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 U.S. Martial Services Choose Coinbase to Safeguard Trade its Large Cap Digital Assets Portfolio 所以这一笔交易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 是美国政府把他们的比特币呢 转到了Coinbase的Code Storage 所以再次证明 这个我昨天 及时的在社群当中 跟大家更新呢 是非常非常有效果的 因为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无中生有的FUD啊 那在今天呢 这件事情就再次遭到确认哦 下一个事情要跟大家聊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哦 SEC在今天稍早的时候呢 放弃要求这个法院判定 这些币呢 是证券还是不是证券哦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SEC 目前是有告币安 跟告这个Coinbase嘛 那主要他们告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币安跟Coinbase呢 交易了非常非常多 这个未经注册的证券哦 其中当然就包含了Selana 包含了Cardano ADA 包含了Matic 还有这个Avalanche 还有些其他的币哦 那今天SEC 就撤回了这件事情哦 就是他不再要求法院 去做一个评判 说这些币是不是这个证券哦 那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非常bullish的啊 因为变相来说呢 这件事情就代表说 SEC对Coinbase的法律输送案呢 是迟早会输或者撤回的哦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当时SEC告Coinbase的时候啊 所有的山寨币 当天一天以内 就跌了30%以上哦 所以跌得非常非常的猛啊 那今天SEC放弃要求 这个法院去证明说 这些项目是不是证券 是不是变相可以说 这个Coinbase法律输送案 即将获胜呢 但这个市场呢 却完全没有反应这件事情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 是这个非常非常的奇怪哦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主流媒体 没在炒这件事情 那还是主力资金这个不想要 现在就开始拉盘 所以就没有发生任何的反应呢 但这件事情我相信呢 在不久将来绝对会成为 这个山寨币可维系的暴涨 开启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哦 下一个信号要跟大家聊的是 Montgox已经归还了 41.5%的这个比特币哦 那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的消息啊 那41.5%呢 就是大概59000多个比特币 那总共Montgox的还款呢 是高达141686克 那现在已经还了59000多颗了 但是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啊 就是这些欠债人呢 他们要求呢 都是收到比特币 而不是现金哦 就是Montgox还款的时候 可以让你选 你是要比特币还是要现金 那大部分这些受害者呢 选择的都是比特币哦 那这个选择比特币很大原因 就是他们想要持续的hold 就是没有打算要卖嘛 因为如果要卖的话呢 就选择现金就好了 那到目前为止 Montgox的这个事件呢 是没有带给比特币太大的卖压啦 那是因为这些creditor 还没有开始卖吗 还是他们选择hold持有比特币呢 这件事情就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呢 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 但是以目前这个各大基项看起来呢 这个大部分 这个拿到Montgox还款的投资者 跟受害的人呢 他们是没有选择变卖他们手中的比特币哦 或许你可以说只有小百分比的人呢 是有这个开始变卖比特币 那我们在下面的链上数据也可以看到呢 We can see a marginal uptick in sales side pressure 就说在这里呢 有小小增加的卖压 但这个增加的卖压呢 是没有像想象中的这么严重哦 那至于Montgox这件事情 是还没有开始炒吗 是要等到比特币价钱下去之后 才要拿出来炒吗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哦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接下来几个礼拜 比特币真的回去这个6万以内 然后回到这个5万8 或者是5万3 甚至是5万1的话呢 这个主流媒体是一定会配合这个价钱 往下这个回调的时候呢 去炒作一些消息啊 那到时候他们炒作的东西呢 可能就说这个Montgox开始这个还钱啦 Montgox的欠债人开始这个出货啊等等哦 但在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啊 就是这个永远都是由价钱走势去带动故事的 而不是用故事带动价钱的哦 下一期要跟大家聊的是 这个USDC的母公司Circle呢 他们即将进行他们的IPO啊 就是这个上市上柜啊 那目前他们的这个估值呢 是落在5个Billion左右啊 这跟他们2022年透过SPAC想要上市 当时的估值呢是9个Billion 是掉了4个Billion啊 那关于这个稳定币公司要上市这件事情 还有Circle这支股票能不能买的事情呢 我自己觉得啊 这个如果你要购买这个Circle 或者任何稳定币公司的股票的话呢 就直接购买比特币就好了 因为我个人认为这个稳定币公司跟比特币呢 基本上就是绑在一起的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你能买比特币 为什么要去买这个稳定币公司的股票呢 其实不太make sense啊 但如果今天你是处在国外 或是处在一个地方 没有办法直接购买到比特币 但是却可以购买到每股的股票的话呢 那或许你就可以考虑这个 购买Circle公司的股票哦 那至于Circle这家公司 什么时候会正式IPO 正式上市呢 这件事情到时候发生的时候呢 我也会在第一时间做新闻 让大家知道哦 但是我希望大家知道一个投资逻辑啊 就今天大家投资在比特币上 就是要避免counterparty risk 就是避免第三方的风险嘛 那如果今天你在投资场面 投资的都是稳定币啊 投资的都是比特币 矿工公司的股票啊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你随时都在这个面临 这个第三方的经营风险啊 那这件事情呢 跟你一开始投资加密货币呢 其实是有点背道而驰的哦 那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Circle股票 是什么样的看法哦 这个欢迎在下面留言区 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今天作者讯要跟大家聊的是 有一个作者叫Jeffries 他表示说啊 这个比特币的未来呢 可能会跟今年年底的 美国总统当选彻底的绑定哦 那他的说法是说呢 因为现在川普已经走向了这个100% 这个Pro Crypto 就对于加密货币 还有比特币友好的一个态度啊 那如果这一次的选举 川普没有获胜 然后是由Kamala Harris 获胜的话呢 这个比特币的未来呢 可能就会被毁掉啊 但是我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论点呢 我是不同意啊 我并不会认为说 比特币的未来 会在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就决定了 或许你说这个短期的未来吧 就是一两年内的事情 或者是这个四年内的事情 或许比特币会受到 这一次的总统大选的影响 但是未来呢 我看的是十年后的事 二十年后的事哦 那我相信比特币跟这个加密货币市场 在十年后的发展 或者是二十年后的发展啊 不是任何一个这个政党 或者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可以阻止的一件事情哦 因为这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吧 但是这篇报导的作者就认为说呢 这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呢 非常非常有可能 就会决定这个比特币的未来哦 那对于这件事情呢 我是非常非常不同意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 欢迎在下面留言 去跟我分享你的想法啊 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啊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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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